天庭雷布一方,原本因为六龙将军狼狈惨败气氛愤怒又难堪的众仙神们顿时又是一镜,如此猖狂,如此嚣张之言,那白浪那妖孽是把他们雷布当成什么了? 当成人间街边小贩,还是当成什么不入流的什么的? 竟然对着两位元帅之面,如此无礼,如此猖獗,果然妖姓男逊,就是拜师武装怪也改不了他出生妖族的野蛮无礼本性,一众雷布重冰江文生都如此愤怒了 更何况南方赤天火光震煞雷帝这位极恶如仇的雷帝了 赤天火光震煞雷帝本就掌火雷,脾气一向火爆,刚正不阿,刚刚六龙就将输的那般丢脸,他面上就赤红一片,但凡在雷帝身边,对雷帝有所了解之辈,都知道这是雷帝极度气愤之面色 现在那白浪如此狂言挑衅,众仙神不由下意识看向自家老大 就看到这时,居然有四四缕缕青烟从雷帝脸上冒了出来,以及雷帝脑门上,还有一道赤红火光猛然跃出,窜三丈之高高,随即消失不见 火冒三丈,七窍生烟,这一刻,在场不仅是一众雷布天兵天将们亲眼见到了真正的实情实景,连对面远处一众妖王们也都见到了 而站在一众仙神队里面的陆无飞,确实不止看到了南方赤天火光震煞雷帝怒火冒三丈 七窍生云烟,还清楚看到了雷帝看着自己的双目如火,那炙热目光,几乎要点燃虚空 看着那仿佛要生吞了自己的南方赤天火光震煞雷帝 陆无飞也不担心对方会因为极度愤怒而一拥而上 雷布如此大阵仗,五位帝仙级别存在,神仙级别更是比比皆是,人仙就更多了 如此大军,如此远超自己一方的恐怖力量,要是连对阵单挑自己的勇气都没有 会被笑话死了 不过,眼前这位南方赤天火光震煞雷帝是自己,十万妖城如仇寇一般 后面可未必会继续这般,就像当初在花果山 那里竟趁他的便宜徒弟孙悟空与哪吒激战之时,让天兵冲杀妖兵那般 他还需注意才是 否则一旦自己被纠缠,被牵制,其他所有雷布大军一拥而上 就他身后那群妖王,以及下方的万妖城根本挡不住 此时此刻,顶头上司,上官被气到如此程度 作为被挑衅的对象的面黑红须旁元帅 与面清新元帅两位雷布元帅更是愤怒至极 面清新元帅立刻一步上前,朝着两位上官拱手 怒声道,大人,那妖孽既然自寻死路 还请大人准许,卑职与旁元帅一起上阵 定将那妖孽擒来,让大人发落 赤天火光震煞雷地闻声蹊跷停止冒烟 如火双目也迅速恢复正常 面无表情道,准了 谢大人 新元帅行完礼,转身与一旁旁元帅对视了一眼 随即点头 两道高大凶恶身形便迅速朝着陆无飞飞来 雅雷布元帅这一出战 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 顿时惊雷漫天 无尽电光将整个蛮荒地狱上空黑夜照成了白昼 黑面赤须的旁元帅身形迅速变大 变身五丈高大 手持双边的,面目恐怖威严的黑面天神 看着前方渺小的陆无飞怒吼道 妖孽,哪里逃 对比旁元帅的变身 新元帅也迅速变换成了战斗身姿 只见他身形迅速拔高至三丈 原本只是凶恶的脑袋迅速变化成绿眼腰头 长会嘴,背声双翼 左手直肩,右持锤,脚踏无骨 浑身雷光闪烁 面目堪比恶鬼一般的恐怖天神 手持兵器怒吼,妖孽,拿命来 雅元帅携风带雨 在刺眼夺目惊天光之中 直扑向陆无飞 感受着风与雷电齐鸣 看着阵仗气势无比惊人的俩元帅 陆无飞一把拿过一旁树立的晴天白玉柱 随手耍了个棍花 随即捏紧白玉柱,一跃而起 身形猛然窜上高空 随即举起白玉柱 便朝着远处急速本来的俩元帅 远远砸去 他这一棒砸下 晴天白玉柱瞬间暴涨 暴长,暴粗至十丈百丈千丈之巨 眨眼时间就抵达旁 心雅元帅头顶上空 以真巍峨太山压顶的 只姿猛地从天而降 邪万钧无边之力 镇压世间一切之危 无比蛮横压了下来 在横贯虚空的 仿若天柱一般的晴天白玉柱之下 刚刚变身五丈 三丈 看起起来 不小的庞元帅与新元帅俩 瞬间如同楼椅尘埃 感受着那惊天欲助恐怖来袭 躲无可躲的俩元帅面色起变 没有任何犹豫 黑面赤须庞元帅大好一声 身形迅速暴涨至百丈之巨的黑面 威鹅天神 举起庞然双手 就顶在了头顶 呼啸来袭的恐怖白玉天柱上 两位元帅合作默契无比 只是他们算错了 陆无飞 这感情天白玉柱 乃是货真价实的 定海神针 定海之柱 称上一声天柱 也丝毫不过分 拥有陆无飞的修为 无穷力量加持 这全力一棒之下 不是同级别一宝 神兵 贸然碰撞 统统都只有被碾成粉碎的下场 至于肉身炕 就是同级别 就是以体魄本相 真身为傲的哥路腰盛来 硬扛这一棒 就是不死 也重伤下场 没有意外 砰 庞元帅化身的百丈黑面天神 大吼着双手撑 像那白玉天柱一刹那 面色瞬间大变 无法抵抗 不可抵抗 但他要为新元帅 争取那一夕之机 只要一夕 新元帅就能冲到那白浪身前 这一棒就必将土崩瓦解 吼 黑面天神旁元帅 撑起巨手仰天怒吼 强称像那如天 他一般来袭的白玉天柱 但世间终究有太多人力 而不可为之事 就像眼前 没有任何停歇 停顿 庞然无边的白玉天柱 如同天地大势 不可阻挡 碾压而下 化身摆仗黑面天神的庞元帅 瞬间被砸向下方 庞元帅没能争取到 哪怕一夕之机 化身电光的新元帅 再胯也没能如愿 冲到陆无飞身前 只能看着就在不远处的黑袍身影 被紧随而来的庞然白玉天柱碾压而过 砰砰 一大一小两声闷响 突然响彻高空 陆无飞手持暴涨成天柱一般的晴天白玉柱 猛然抡下将来袭的庞心两位元帅身形无比暴力地直接砸了下去 这一刻 天庭雷步一方 看着自家两位元帅被狠狠砸下 看着落下的俩元帅心都被救助了一般 紧张气氛又忐忑 而外腰城一众妖望一方 看着这一幕则再度欢呼了起来 庞元帅 新元帅两道身影被砸得如炮弹一般急速朝着下方坠落去 很快 他们便从中反应了过来 身形一转 便化作两道流光 从两旁迅速掉头直上 这时的陆无飞已经迅速收回了晴天白玉柱 望着下方坠落的俩元帅身影 一挥手 呼呼呼 无缘狂风骤起 比黑夜更黑的黑幕笼罩天地 遮蔽天地 只是这一次 秀丽乾坤所针对之地并非整个高空 而只是他所在的下方战场 专门直奔雷步俩元帅而去的 秀丽乾坤所收射范围越小 威力就越发恐怖 大圆满级别的秀丽乾坤在陆无飞手中 早就炉火纯青 真挚化镜 这是他第仙境以来第一次使用秀丽乾坤 没有任何意外 两位刚接了他一棒 受伤不轻的两位雷步元帅竭力抵抗也毫无作用 迅速被混沌风暴卷起 化作微臣 摸入了他那口庞然衣袖之中 这一刻 整片天地竟如死寂 陆无飞面色满衣衣甩衣袖 随即副手看向天庭雷步一方 但声道 还有谁 PS下班太晚了 只赶出这么多了 今天中秋节 祝各位书友们中秋快乐 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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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